没有突然发生的疫情 只有突然发现的 因为我们看美国 虽然在今年 美国的人均区寿命比中国开始低了 因为新冠美国死了上百万人 所以美国现在的人均寿命 在过去的两年差不多降了快两岁 所以中国现在的每一个人的预期寿命 比美国是差不多要高一岁左右 这个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要知道中国这一辈子一个人 跟美国在医疗卫生的花费相比 我们只有他的百分之几 但是你最后活的质量比他高 这是个挺不错的数字 健康区寿命 人均区寿命 其实都比美国高 但是如果你看肿瘤 你看癌症 你会发现美国在过去这30年 他癌症的各个指标都向好 发明率下来了 五年生存率上去了 也就是说诊断癌症 还能不能活五年 美国现在这个数据是多少呢 接近70% 中国现在是多少呢 42% 我们还有28个点的差距 换言之 能到美国这个70% 我们肯定看得出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一发现都是枣 我们一发现都是中晚期 所以只要把早防早治的这个能力拉上去 就像咱们今天做核酸一样 如果下个楼抽管血 咱们都能做肿瘤早晒 我不能让大家不得肿瘤 我可以保证你不得中晚期肿瘤 所以我们就会成百上千的去告别 中晚期的癌症 现在至少常见的这五六大癌症都有办法来做 癌症的权益发生率是十万分之三百 现在不光是治肿瘤的这些方法越来越多 越来越精准 越来越接近 根上一个肿瘤就是基因病 像现在筛一个大肠癌 取一点分辨就行了 筛一个公解癌 取一点公解图片就行了 那如果都能这么去做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就通过互联网快递 自取样的这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像今天对抗新冠一样 一起来去消灭中晚期肿瘤 杜老师这一天我觉得很精神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